請問你這個學生的話 應該是看木才對的嗎? 沒有 一樣 但是沒有 三個字其實論六清都可以論啦 只是說現在同輩之間 如果都現在60歲 我們這裡也有60歲的同輩 兄弟姐妹感情 婚姻都是看 內心世界都是看這個 那我們這個也可以來論工作 那他現在換老師的工作是教書 但是學生就是等於是朋友 因為你們出去職業 那是不是等於兄弟姐妹朋友了 所以也要論一體兩面 所以說你不能說 這個字書上是寫論這個兄弟姐妹的感情而已 那你就單論這個 那就偏頗了 因為每一個字都有影響力 所以你要論天然地美都可以從每一個字來論 這個是廣泛的啦 所以為什麼一個字可以牽扯很多話題出來 不見得說 如果是針對條例式的 你就是管長輩父母 管兄弟姐妹 我這樣講完 一個姓名好像不到十分鐘搞定了 人家會覺得 老師都講很多 你怎麼這樣 我的補掛老師 他補掛很厲害 結果找他補掛都是五分鐘結束 他收五百塊 但是相對的另外的學生 不一直掛三百塊 多論一個半小時 那到最後三年下來 你知道誰的客戶比較多 所以現在他一年大概有兩百萬的收入 我的老師現在一個月大概四萬塊的收入 這個就是說你學了一個姓名學 這個只是公式嘛 這個是隨編的 就是我也是去學了 上面傳承下來的 那你自己的延伸 就你要自己去變化 要變狂 所以我剛剛說這個也可以把它當成同輩之間 只要是人在課堂上是老師啦 但是私底下我們不是朋友嗎 對吧 所以也可以論了 也可以論了 所以說天 人 地 地就是盡量管部署工作 那我們一樣可以猜 這叫一個兩體字嘛 就是單體嘛 那木就是只能以五行來論了嘛 那這個是不是火 木生火嘛 所以在十二生肖裡面 除了油年和黑肝 地支在論幾乎 沒有 這個就是在論他的這個性命好壞 大概都是論啦 幾乎所有的老師大概有九成都是只論他的生肖 不論天干啦 那論這樣就已經 至少有七八成都很準了就好了 那如果論到油年 那天干要搭進來用 搭進來用 那木生火有沒有符合條件 名字來生他本命嘛 主體嘛 這是課題 所以代表說這裡管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只寫四項 我們另外一張就寫得更多了 那我把它跳到另外一張 好 這邊看著更多有沒有 一到二十歲的大育 所以我們也可以將 冠 他生出來以後 幾歲到幾歲 用這個來論 長輩 長官 父母的關係 祖先德性的高低 天資充盈以佛 事業的類型 他這一輩子有沒有官運 拿筆的還是做空的 再來就是女生就看先生的助力 那男生就看女生的助力 那兩間以上的健康情形 那天資充盈以佛 你看ABCD1G 這七項 都是用這個字猜成陰陽 陰陽 就猜成陰陽 那第二個字呢 21到40歲 然後夫妻間的情誼 兄弟姊妹的情緩 人際關係好壞 男女朋友 內心事件 事業欲望的強度 兩間以下肚臍以下的健康 所以這個字如果是不好的 你大概就可以斷他身體部位 哪一個部位比較會有問題 你不能直接說 像說這個字火生圖 然後這個火克經 我們就斷定說這個是在腸胃部分 因為是在肚臍跟兩間之下 那大概就是肝 胃 腸要注意一下 因為都是在這個部位 那只要有年紀的這幾個部位 一定都會有問題 多多少少 所以他把它統括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這個字是 他來生他 這些現象就轉往好的方向 這一套的理論是這樣 但是這一套理論被我一個 就是性致意的那個老師 認為這個是符合我們台灣人的 忍而寫的 他說真正的致意 不是應該是看正 翻開正他的一個真正意義 不是說他跟十二成校來比 他有個人的詮釋是這樣的 好 那第三個字呢 這個寫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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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41到60 這個寫錯了 好 那叫做事業及工作運 不動產有無 所以 木 生活 他又管不動產 那代表範老師會不會有房子 應該是生 那代表是鐵鏡會有房子 因為他有這個福德 可以買房子 那如果這個字是相克的 那代表不是沒有房子 是會買得很辛苦 好 那再來一生有沒有財庫 然後脾氣好不好 以部署晚輩之間的關係 性能力 骨架 皮膚狀況 男人看氣質的助力 人生賺錢的結果 留不得留得住 肚臍以下的健康情形 所以因為他是單體字 單體字五行來講說好 所以這ABCDE 到L 我們都解釋好 但是你能記住幾項 你在跟他談的時候 你就慢慢跟他講 嗯 潤先生 你這個字很好 因為木能生活 所以你41歲到60歲 放心 好 那事業 因為單體字嘛 事業跟工作也都滿順利的 好 再來就是一生之中一定會有財徒 也會有房子 慢慢一向一向佛西 他如果一直點頭你就繼續講 他如果每你講一向都不要頭 那你就不能再講了 因為這個名字就有問題了 所以算命也要懂得眨眼觀色嘛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了解煥老師 這樣分析起來好像這一些都有 那代表 這個有改名嗎 那個 我老師講的都對啊 比方說那個天閣那邊 祖先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啊 我們都是靠自己啊 還是那個底下那個牧生那個四的火 也是學生就是我們的孩子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我們的錢就是學生在資助的啊 這個我是覺得還 對吧 所以說你如果沒有改名字 代表你的跟你命名的你爸爸媽媽 當初給你這個名字就是代表你有這個福分 我們才說老頭是被一名伊娃你的後天 代表那時候的運氣 你父母親的 給你命名的那剎那 已經決定你未來會有今天的結果嘛 啊但是因為他們不懂性靈學 所以也叫做老天是語嘛 那現在學了性靈學以後 你明明知道性靈是有靈動 不管是5% 10% 20% 你寧願性己有嘛 如果大家都不信我們學性靈學哪有換吃 對不對 根本人家都不信嘛 所以學性靈學我們也把它 當命與工作者也把它當成一份使命 一份工作嘛 我今天沒有工作是社會對不起我 但是我也要怪我自己 沒有辦法取信於別人嘛 所以分析我們學這個性靈學 如果能夠這樣的圓引行得通 而且印證十個人有七八個都準確的話 我們就可以勇敢的把這一派拿出來分享 如果你學了以後 我說請你三個禮拜以後 學完列出二十個人的名字 用這四派去加總都不準 我想要是說我也沒飯吃 那你們也不要困了啦 因為你學一學都不準 那你可能就要再去學別一套了 那也許你就說這個性靈學 在你的印證結果 不準的比較多 那你可能把這個項目放棄 你好好的學只會走出 因為行行出壯年 只是說我從命理的過程裡面 從事命理的過程裡面 性靈學這個科目 這個項目讓我收入還不錯 所以我就願意把它分享 我性靈學有花很多錢 所以代表我花的錢早就賺回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分享的就是說 從一個生肖性靈學裡面 我們把它區分為能論出什麼東西 但是這一些並不是我自己編的 我們也是去學 然後經過統計很多書本來講 它的論算結果很容易說服別人 只要客戶點頭 他願意讓你出生一個孩子 願意讓你命名 你能夠用這個學派去命名 那就是我們的生意了 那就是我們的生意了 那就再回覆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 這一派當然是這樣 當然有其他派系 就是靜民學也有人說 不是一到二十 但是不管 我們大概就區分 以前劉備的時候 他們那個三國的時候 能活到六十歲算長命 那現在六十歲其實還算是OK而已 那大概都到七十幾八十 那我們六十一歲以後就再論一遍 但是天一五行又歲數大便又不一樣 所以你就是為什麼這個難在說 到底要用哪一派來論斷 那你至少你學了以後 你知道可以資料來查 用這一派論 對方如果一直搖頭 欸拜託 不要一直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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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直搖頭 那因為為什麼要講四派 就是讓你這一派賣專家 趕快去 用北派 欸啊信民學二十五派 開玩笑 你二十五派統統學 你要搞到什麼 把自己都搞瘋了 對啊 真的你瘋的時候 你就連鑽寫的本人都沒有 因為你瘋了 好那這裡就分陰陽 來 一個字如果 像這個 像你是不是可以把木跟直分開了 一陽一陰 那瓶是不是把刃跟這個走字旁 這個什麼 一陰 一陽一陰 那楷呢也是可以拆 一陽一陰 好那這是三才五格 也代表八十一宿 這裡你看這裡就有 等於是三派了 這個叫做生孝派 這樣的才法 他不加一 十二生孝就直接論姓 名 名 那這個三才五格就是要加一 然後這裡叫做一加 姓叫做天格 一加最後一個第二個字 叫做外格 然後姓跟名一叫做人格 名一跟名二叫做地格 然後全部的真正的筆畫素 不是這裡加起來 是這裡加起來叫做總格 所以這一個圖形 就代表所有性靈學的書都這樣編 那代表八十一宿就是代表八十四十九二十六十三 最好都是極宿 這就一個格 所以網路軟體裡面一打進去 都是以八十一宿當論斷的重點 所以有很多性靈學 我們幫他命出去 竟然 我們這個是故意寫成 因為要搭配其他格局 所以有可能地格是胸 胸術 因為我們要配合其他 這個他的相生相克 叫做格局派 就是地格跟人格的關係 我們變成是胸 哇 結果他拿到命書以後 他說我查電腦 你怎麼給我一個胸 哇這就很難解釋了 那因為你如果不考慮其他的格局對不對 當然通通給他 譬如說金金金金金金 或者是八 或者是全部加一加 通通是幾 但是搞不好變成全部都是木 或是圖 如果五格通通同一個五行是最糟糕的 因為你的人生變化就是集訓你這個圖而已 但是我們甲五年 以未年是不是 再來就是秉身 是不是五行都在變 那你的名字五行通通一樣 那不管怎麼變糟糕 都是沒有辦法產生集訓啊 或幹嘛之類 那也不好啊 所以要有稍微的克 像我地格就喜歡被人格來克 因此 誰會失了 又發生了 算了 這樣 就很難解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